全台唯一的行动邮局就在花莲玉里正民广场公园 将退役的行动邮车重新整修并考期 是来玉里必拍的景点 玉里正民代表徐玉珠在定期会质询时就提出建议 表示经过风吹雨淋后 邮车不仅褪色还有点生锈 希望公所能够尽快派人在暑假前将它重新整理 行动邮务车是花莲玉里正河东地区民众不亦17年之久 在104年退役 由花莲邮局重新整修考期捐赠给玉里正公所人文展示使用 也成为了来玉里必拍景点 玉正民代表徐玉珠在定期会质询时就提出建议 尽快重新整理 在邓昆明当秘书的时候 我据说那个轮胎都坏了 油漆也掉了 到现在也没做 夏秋龙也认为应该要赶快来整理 因为行动邮局车就在玉里知名桥头臭豆腐的对面 人潮非常多 阵容一定要兼顾 我考虑的是坐 想办法就是筹钱 就是发包私坐 当然私坐以后 我是希望 就是他们在遮风地的地方 徐玉珠表示这里已经是玉里正的小地标 不过经过风吹雨淋之后不仅褪色还有点神秀 所以希望公所能够尽快派人在暑假之前将它重新准立 记者高雄双玉里正采访报道